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快 那是 一转眼的 这就到年底了 我们又年轻一岁 是 这一期节目已经是2012年的最后一期 非常了得节目了 下一期节目就是新的一年了 就是吗 说一说你的新年愿望吧 这个岁数还有什么愿望啊 当然 活到什么时候都应该有愿望吗 那你先说我听听 首先感谢大家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年来对非常了得节目的支持 要说我的愿望就是 什么 跟工作有点关系 好啊 我们那个冠名商 你还记得以前那个什么 黄豆酱 对 我们挺怀念的 要不然 我的愿望是 要不然明年他再回来 你们觉得呢 好 那是你的愿望是吧 对 你让谁回来 我要说嘛 我让谁回来呢 老郭 做人要厚道 是 是 是 我这样 我们希望明年坐在这里是张杨果儿和柳妍 把江振宇弄走 好 来 我想请江振宇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来来来 躺着也中枪 这个我的想法 郭老师是一致的 我希望成立一个安保部门 您挂在德云社底下 专门负责给您挑选美女 跟他们谈话 看看他们有没有非分之想 一瞧就 如果谈过了都安全 这儿列十个都行 前您付 这儿列十个那叫《非诚勿扰》 那是24个 有这么多呢 到果儿了 果儿呢 我觉得你们的愿望 都在为自己考虑 我就是考虑到大众的一些想法 信了 信了 对 我希望在这个2013年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孟爷爷跟郭奶奶 我还以为她说我希望2013年 孟爷爷和郭奶奶能在一起呢 好 也不错啊 好好好 去去去 不要讨论啊 好吧 总而言之 我和我们整个我们栏目我们团队 都会在新的一年继续努力 对 做更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新年新气象啊 我们好好干 谢谢大家 长虹C锐语音电视提醒您 编辑短信88加留言 发送到1066666620 您就有机会获得 长虹A7000智能3D电视机一台 观众朋友 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常了得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交流 谢谢各位 有请新闻第一位选手上场 有机茶叶就不一样 无污染 无添加的种植 京多国有机认证的茶叶 凝聚在黑人茶杯间 四大剑齿功能和户口枪 新升级黑人茶杯间 郭老师 我就是今晚第一位选手 我来这节目吧 就我朋友都知道 然后他们就特别开心 他们觉得你们俩特别幽默 但是其实老实说 我觉得我也挺好玩的 但是他们就说我的点吧 和常人不大一样 你的点在哪 就是我的点 就有可能我比如说一段 我觉得特别好笑的事 他们半分钟之后 就跟我喝喝 我们会配合你 我们笑点都很低 好 我给我示范一下 你看这样还可以吧 好吧 来看看对面 八个表示 你在黑暗中享受我的服务 你在黑暗中享受我的服务 好 7号是吧 你在黑暗中享受我的服务 开始吧 我来问一下 姑娘贵姓啊 免贵姓刘 刘小姐 来自哪里 来自北京 我没明白 什么叫黑暗中享受我的服务啊 我来解释一下 我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 我们餐厅是一个黑色以主题的黑暗餐厅 然后顾客呢就是在黑暗中就餐 我在黑暗中为顾客服务的 要是孟老师跟郭老师 你们会去这种餐厅吗 一般情况 我们去的会很亮 他们是看得 你是看不到你的 你看得到他们吗 我看得到他们呀 你看得到他们 对 因为像我旁边 现在有个夜视镜 它是我们餐厅每一个女服务员 男服务员都必须佩戴的 我看新闻联博里边 美军在一大客用这个 好高端啊 然后在黑暗中我就佩戴这个 像这个现在是没有电的 然后我不可以示范大家 而且是不可以在这种可见光下 不然会损害眼睛 不然就刺瞎狗眼是你 对 刺瞎你狗眼就那样 然后 不然要注意你的措辖啊 其实像他们在不叫我的时候 我就会在一个旁边的一个角落 我可以观察他们呀 其实他们有特别多有趣的事 他们在黑暗中都干了些什么 你想知道吗 你说来听听 特别多有趣的事像 是吧 跟我想的一样 像有时候我就看到一男一女在吃饭 那个男孩就是 怎么样 他不知道 有人看看 那个女孩在对面哪个方向 他就会去 所以就乱摸一起 对 他就想去抓那个女孩的手 结果呢 结果 结果他就摸啊摸摸摸摸摸一下 那手掉在汤里了 赶紧收回来 烫呀 那有什么意思 不是这个 这个也吃哑巴亏 他也不能跟女生说 对 我想摸你没摸到 然后我进汤去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最后喝了那碗汤吗还是 没办法只能喝了 我问一下 您这个餐厅以什么菜系为主啊 我们餐厅就是套餐似的 它分521 777和999的套餐 这个收费也不低对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餐厅的这些食材 全是进口的 你觉得靠谱吗 他说我们那餐厅都是进口食材 黑灯下火的 你给他吃什么猪狗食都看不见 就是 他还说我是进口食材 对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黑暗的 它到底黑到什么程度 是鬼影绰绰的那种 还真的伸手不见五指 就是你闭上眼睛 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 你前面讲伸手不见五指 我能不能测试你一下 因为你肯定在这种环境下 待得久了嘛 好呀 你现在要不给我们试试看 你闭上眼睛 然后你假装现在把一盆菜 比如运到我们这个5号 5号这位先生那儿 你试试看 5号在那儿 你试试看 咱走着 走着 到5号那里去 这还可以啊 能碰到了吗 我现在有点数了 来 开始 你很可爱 但是我觉得假的 不去 他说你是假的 所以结局需 那么7号来告诉我们 你是假的吗 恭喜你答对了 恭喜你获得了港澳游的机会 普吉岛还要去吗 想去啊 好 再挑两个 挑俩是吧 对啊 我先选一个金刚芭比吧 然后再选一个 我把老公扔在了高速路上 先问哪一位 1号 我把老公扔在了高速公路上 这老公得多破人给扔了这是 贵姓啊 免贵姓梁 东北人吧 对 北方人 你老公是哪里人 我老公是湖北人 哦 湖北人 我老公特别喜欢两个人 那一个是 一个是老郭 我都问了那一个是 对 另外一个是孔子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真的 好吧 你这是把老郭置于何地啊 可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你怎么把他扔了呢 那天我是在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因为是自驾 从成都开到拉萨 好 所以我们在旅途当中的话 我老公非常辛苦 我老公说 老婆 你换一下手 他就下车到后座位 我从后座位上车 上了驾驶室 我听门关上了 嘣的一声 我就一脚圆面开走了 你开了多久才发现 他被你扔在路上了 天黑的 发现 大概开了一个小时左右 不到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到了拉萨之后 发现了不起都一个人 对 那你最后是怎么 终于发现他不在了 因为马上就要到了 就下那个出口了 马上就要到了 对 马上就要到了 下高速了吗 下高速了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 是到哪里住吃之类的 我就说老公醒醒吧 我们快要到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跟他说话没理我 我就稍微回头看了一眼 没人 傻了呗 对 当时就蒙了 然后我就会跟 还去请如来福祖 打电话了没有 我看我老公不见了 我就到处找 车上车下 车里车外的车 车下 后备 后备箱找过了吗 找了 后备箱也找了是吧 对 因为我的事 车里车外车上车下 不是 后来发现 老公在车顶趴着呢 后来我发现的人不在 第一时间 我在车里给他打电话 手机在他的车里响了 衣服什么都在车里 他光着在车下 这一个老师 我猜他应该穿了内衣 未必 然后我就下了车之后 我就第一个反应 就是冷静下来 冷静一点冷静 太好了 终于甩开他了 不是 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我老公不至于 把我里扔了吧 是你扔的人家 就是 但我莫名其妙明明上车了 那是几月份的事 11左右 还好吗 对 十月份 要是大冬天就得更热 那11晚上的时候也有点冷了 也够巧的 之后怎么办呢 因为我老公知道我是个糊涂人 临走的时候千叮零万嘱咐 一旦分散了 让我原地不动 就不要找他 他会找到我的 但我觉得这不现实 他把我 他比你还糊涂 让他原地不动 那个在高速上跑 车开了一个小时了 你别动 我还找你 我觉得这不现实 所以我就 我想自己回去也不太可能 不可能把车扔呢 然后我就尝试着 然后我就报了警 最后是警察帮到我 找到我老公 找到他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子 他已经占山为王了 又跌道了 他又设了个 手飞战去呗 对 我帮你问一个 你老公从警车上下来 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们俩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我过去就冲过去了 不是 老公 然后我在抱他的时候 他再说谢谢警察 谢谢你啊 麻烦你了 你过去是抱他的 对 他在跟警察含群 然后转过来就说 你神经啊 他说的是你神经啊 你说的是什么 我老公你去哪儿了 你怎么不见了 然后警车就开走了 然后地上还有一警察喊 那车回来 可以见你老公还是你老公吗 当然 这个是神经啊 他这是想到哪儿去了 这个 所以他现在上高速公路前 就换座位前会跟你说 他现在上车都把随紧上 对 后来我见到他之后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 就是你怎么下 怎么不见了呢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怎么就开走了 是因为他下车之后 他顺手把车门给关上了 他想去 人有三级 然后他就在旁边去 解决自己的事问题 我就直接开走了 我说你怎么不追啊 他说我正在进行中 我怎么追 他后来对你还有怨言吗 就是这件事情 对 现在还来往吗 他对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 他已经习惯了 他说行吧 老婆 你以后别把自己给丢了 然后别把孩子给丢了行吗 以后再上车 一家三口捆在椅子上 我能求助吗 太好了 你都这么半天了 再想起来求助了 两位专家来买买了 真巧匠心取奇 香酥取奇 完美搭配丝滑巧克力 双重感觉 双重享受 真巧 好吃的不得了 真巧匠心取奇 每次胶原蛋白饮 超小分子 8000毫克 肌肤昙滑 水润光泽 每次胶原蛋白饮 每次胶原蛋白饮 每天8000 每次天仙 Murray Shine 每次天仙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跟你老公 几几年结婚的 去年 才一年 开一个多小时的车 就一句话 都不跟对方讲吗 这样的 因为我们都很累 他上车 我就下意识以为 他就直接倒头就去了 你家是什么车 什么排行的车 我开的是租的车 那不是他的 是租的 对 是租的 老公也是租的是吧 跟那车 老公也是租的 果然觉得他是真的假的 秘密 秘密 我还想让他说一下 平时你们正常的生活中 在这个状态当中 以你这样的个性 马马虎虎的 肯定发生过很多去事 对 再说一件你跟你老公的去事 有一天我们出门 然后我们俩一起 下楼去买个饮料 我们俩一起出门了 出门之后 发现钱也没的 钥匙也没的 什么都没的 怎么办呀 你忘过我忘你 后来就是撬门 我对撬门非常在行 我经常忘带钥匙 这话警方听了之后 后果你想过吗 我觉得那车不是租的 突然觉得 那车应该不是租的 这个你不聊 那车是翘来的 对 老公都不知道 是哪儿来的 我跟你说 保密 保密 现在知道了 有人给介绍 对 我觉得他是假的 因为他在说自己看到老公的时候 他的言辞上是说 老公我对不起怎么怎么样 可是他在描述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的愧疚 或者是心疼 我觉得一年多的夫妻 怎么可以感情那么淡呢 所以我觉得你是假的 这个你对一年多的夫妻的 不解释 应该有的状况 你很熟悉吗 不是 江老师 有没有媒体登到了 你和你老公 两个人的照片的新闻 有没有 没有 可是我看到照片了 对 你要看到照片 还问这么半天啊 你看到照片不就知道 太真假了吗 对啊 没有的 我反正化个妆 然后他们把你按照杰克均义画的 所以我就 你工作当中 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怎么把这个东西卖掉 来 说五句话 跟客户沟通 然后 然后 把自己每天和做的事情 要笔记 用笔记详细地记录下来 做了打勾勾 我都踩戏子了 不然我回光 好 因为你这段的表现 跟你刚才在讲丢老公 找老公的过程里面 那个表现完全不太一样 对 因为那段是非常戏剧化的 所以现在对你之前 就这姑娘问答的过程当中 你的表演性的成分打个分 基本上 0分或者1分吧 好吧 我平时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的判断应该是假的 因为她 她还是挺典型的一个案例 所以 第一个 在做最初的介绍 就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她做得非常地简短 就是跟很多被词的选手 不太一样 到那儿嘎人而止 然后最关键的是 讲完了之后 有一个抿嘴的动作 而且呢 停在那儿等待着 你接着来问问题 这是一个特征 那么关键呢 有一个大的情绪上的破绽 是她的情绪转化特别快 她连续三次出现了 非常严肃的表情 第一次是在讲老公 就找不着了 第二次在想 我老公怎么丢的 第三次是找 车上车下什么的 就怎么找这个过程 都非常严肃 可是 就是在后面的两次 讲完了之后 全部都出现笑场 比如说郭老师说了一句 光着在车下 那个笑得简直就已经不行了 这个情绪化 应该是表演的人 比较容易具备的 好 两个人 两位老师都说是假的 对 你自己决定 好 来 我已经决定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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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改答案 我要改答案 真的吧 我才是真的 你为什么突然变真的 你前面讲了那么多 吃成假的论点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我在讲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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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一直在看她的反应 她的反应太轻松了 她是笑着迎接我所有的质疑的 我最后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因为刚才我问她一个 她给自己表演打分嘛 她打0到1分 就说我平常就是这样一个人 是 那么我质疑她的这个表演情绪 有波动的时候 她仍然没有觉得 这是戳中我痛点 被我抓住小尾巴 她还是觉得 你讲得好有意思呀 然后符合她的那种活泼开朗 不太计较的那种个性 确定一下 对 我确定一下 我现在猜她是真的吧 对 好 两位 江老师认为是真的 果然认为是假的 你自己判断吧 你这题算白问了 来吧 请选择 假的 好 回来 来 问一下 你说这事是假的吗 这么开心啊 恭喜你答对了 我是假的 但这个事是真的 我们都说的是真的 张老师来说 你是做的 张老师做的呀 我是 那你再重新给你打一个分 刚才那段的表演 大概有多少分 三分吧 我现实生活当中 确实是这样人来疯 不是 她说的话你都信啊 她打几分你就信几分啊 没有 我在看她打分的表现 对 江老师在看我的表情 对 所以说明女生 是女人的直觉 因为你都是对人没看对 真可言 问一下吧 您本身做什么工作 是一名销售 确实是做销售的 对 确实是做销售人员的 好吧 结婚了吗 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我老公确实 确实给扔了 确实给扔了 确实给他扔深圳了 我一个人来的 是这样 好吧 好 谢谢您啊 谢谢 好 不客气 谢谢 接下来是5号是吧 我压力好大 我取了个金刚芭比 好 先生贵姓 脸贵姓赵 赵先生来自哪里啊 江苏泰兴 好 做什么工作 在一家韩国企业 远看是有点像 斯米达来着 远看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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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了个金刚芭比 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大家前一段时间 有没有在网络上 看到过一段视频 还有一些图片 那图片内容是什么呢 是一张 韩国的一个女健美运动员 她长着一张非常萝莉的脸 回眸一笑 百昧深 但是她是 就是脸下面这副身架呢 是一身的肌肉 就看上去很 让很多男人都会汗颜 所以有人就送她戳号 叫金刚芭比 而这个人呢 正好就是我老婆 她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请她出来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这确实不一样 我一看到这副身板 我想让她把江泽宇抬过去 我能摸摸看吗 当然可以 我跟她说话 她能听得懂吗 她听不懂 听不懂 那我这样摸她 她会不会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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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摸一下 来 摸一下 摸一下 怎么样 手感如何 手感超棒 真的呀 她刚才上来 我还怀疑是 那个你媳妇 你媳妇打算 就一直都站着吗 那个你没什么事 你走吧 你带着真热情 你是在韩国 做中韩贸易的是吧 对 我现在长期住在韩国 手耳 那应该韩语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你教我说一句 除了那个 那句之外 说一句 那我就教孟老师说 不不不 你不要教别的 因为我无法验证你说的对不对 我只有一句我会的 我给孟老师你讲 把发票拿给我 来来来 你告诉我 安静 安静 我就会这一句 把发票拿给我 还有 杨树真 请注意 Smi Da 说得对吗 对对对 这样都可以 我真的只会这一句 孟老师 为什么会只会这一句呢 我经常让他们 把发票拿给我 是在韩国消费什么 都有发票吗 对 对 是的 基本上是 不是 这个礼拜有几件事 首先要判断 这个金刚芭比这姑娘她是不是 她老婆 是她老婆 这个事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老婆 你这一集真的转了我觉得 不是 超转的 明明是 怎么叫转了呢 那本来就是我的 你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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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动手动脚的 是吧 可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位美女她勾你 跟勾郭老师 我觉得差不离 有差别 肯定有差别 那我开始为你们俩情史了 好 你们俩当时你是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的吗 她当时一开始是不是这样子 你这还厉害 还有胡子呢 我跟她 我跟她认识有七年 对 我刚当初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是一正常女孩 现在也是正常女孩 这话说的 当时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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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时候她什么 韩国女生平时经常会去健身房 他们的目的是保持体型 就减脂肪 速体型 但是后来呢 她在健身房遇到了一位教练 她又开始喜欢上做一些力量训练了 一练就是七年 然后现在这个事情 她也当成是一个事业在做了 所以你俩啥时候结的婚 五 六年前 五 六年前 五 六年前还是六年前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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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是这样子 因为在韩国她是 就是双方是先摆婚礼 然后才会有一个结婚 他们叫结婚申告 然后意思就是我们这边的领结婚证 对吧 然后我跟她刚开始摆宴席的时候 就是六年前 后来到前 前五年的时候 我们是去领结婚证 她会讲汉语吗 当然会啊 她会一些最基本的汉语 让她们打个招呼 说几句话吧 好吧 大家好 我叫曲杰鱼 非常好幸连到 非常来的 非常来的 你 你媳妇是韩国都是泰国的 她说话这样一下 然后最基本比如说 就为了见爸妈嘛 这是一个最基本礼 然后她也会说 说爸妈这样子 你让她说个爸爸我听听 爸爸 你看你那点出息 说得真好 说得真好 你让她说把发票打给我 你们俩 你还能保护得了她吗 谈不上谁要保护谁啊 但就是生活上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你比如 比如说因为她要练健美 所以她吃饭什么要非常的有规律 她练的是健美是按摩呀 打钢台 对 所以她吃饭得非常规律 一天吃四餐 而且还要吃一些 韩国叫补充剂 就是我们这边什么蛋白粉 营养品之类的 你那些小型的 对 她经常干着干着干着什么事情 不行 我得吃东西了 然后就是晚上 比如说两人躺下来 她有的时候在赛季 她的胳膊会非常粗 她那一不小心 胳膊一下抡我脸上去 你就知道那感觉了 她就透不过气来了就感觉 对 然后您刚才提到那个保护什么 差不多 这方面可能 但别看她外貌是这样子 但她其实内心是一个很可爱 很温柔的一个女生 不是 所以她会 那谈到这个保护的话 因为我们就是她练起来之后 我们现在在家经常会玩一些游戏 就是心情好的时候 就她把你抡来抡去 抡来抡去 是吧 她会把我抱起来 抱一个看看 往那边揍 好 往那边揍 对 对 我有疑问 我想证实一下 她能把你抱起来 她能把郭老师抱起来吗 能不能 能不能 我不清楚 但是这个事情我不能接受 我倒不是反对这个事情 关键人家本尖在这了 有的是机会 好吗 有的是机会 好 你可以判断了 我觉得这题很好判断 我也接 走着 我觉得是假的 好 来 回来 回去 苏米达 你告诉我们 你觉得假的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给一条 她老婆站她旁边吧 就不像 你不像她老公 你像台车那种感觉 你感觉你是台汉马 然后她就在旁边展示 这样 这样车之类 对 还有前面就是翻译的时候 一般性老公跟老婆讲话 虽然我也没结婚 但是应该感觉不是这样的 就不是感觉像一个纯翻译 然后他们彬彬有礼 所以我觉得是假的 我也觉得是假的 我觉得是真的 跟肢体语言有关系 不是 你俩 这姑娘从上来 就是老婆勾着她的肩膀 然后捏捏这个 反而可以她有一个动作 把这个小伙子手搭在她腰上 就是她特别想要那种 让那种身体的轻腻 让我们觉得 她反而这样动 我们就觉得会是假的 因为她在这听不懂 她只能就 只能动手了 好吧 来我们公布来吧 来吧 我们来问一下吧 你们到底是真的吗 一只蜜蜂 酿一千个蜜 要飞行三十万公里 瞬息一百万朵花 懂得她的坚持 就容不下半点杂志 蜜椒盐 零添加百分百元蜜 恭喜你 你那选择是正确的 来 哪些人 你是在韩国做买卖吗 我不是 我是男士大韩语系的学生 好难怪的 那个姑娘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韩国人 确实就是在韩国很有名的 健美选手 今天她真实的老公 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大家也要看一下 他也来了 是吧 来看一下 跳 拿了 拿了你 这才像话呢 这样搭才对 好 她老公是哪儿人啊 也是韩国人吧 韩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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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发手吧 来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老婆多危险 就是 我一身冷汗 我也是之后怕 这样吧 那个最后一个选手 你先走 我掩护你 你先回宾馆 好 手不出这儿是吧 好 恭喜你 不计导说人了 不计导成功了 还要往下走吗 谢谢大家 我觉得差不多一见好这首 好计了 玩得太近一点 好 有请下一位选手 老师好 孟老师好 孟老师好 嗨 两位老师好 大家好 好 嗨 我还站得远一点吧 你老公也在下面坐着 也这样吧 来自哪里啊 北京 我是来自北京的张妮 好 听了啊 好好好 来 先看看对面八个表述 好嘞 好 选一题吧 四号 我每天在收场已经失责了 四号写着了 我每天在收场已经失责了 我每天在收场已经失责了 在车上迎失作乐 好 这是个文人 先生贵姓 李贵姓刘 来自哪里 美丽迷人的安徽省合肥市 好 我是一名出租车驾驶员 好 驾驶员 所以在车上迎失作乐 是怎么回事啊 每一个乘客到了合肥 都由你来接待 对 有时候我来接待的时候 每一个乘客到合肥都是你接待 不是每一个 就坐上我的车的 拉近比起的距离增加感情 好 让他感受到合肥出租车驾驶员 让他记住我 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出租车驾驶员 没事了 来 您一般在这个去吟诗作乐 会念一些什么诗呢 要不这样 我是一个乘客 师傅 您好 我要去三国遗址 您能带我去吗 远吗 可以 看您在哪儿上的车 你要在南京上的车 不过来远 姐 看到你迷人的笑容 我的心情也被你带得愉快了 带坏了 我来南府为你拉送一首诗 我是不是上贼车 你的表情有点猥琐 他乐得跟什么一样 别熟了 想成哪样 我为你拉送一首海燕 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上 哇 换车 均集着乌云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 海燕 哎 到了 像黑色的闪电 主要下车 一会啊 翅膀疯着海 哎呦 一会啊 记忆把你直冲向乌云 抱紧吧 他叫喊着 就在这鸟儿勇敢地叫喊声里 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 热情的火焰和胜利的信心 师傅我来旅游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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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笑起来跟个伟人一样 是 师傅我来旅游的 这个诗听起来就很重点 来来来 这样 我们先搞清几个事 第一 他是不是出租司机 第二 有没有营诗这个事 他那个 他要准备的话 他准备好海燕了 对啊 对 我们就不让他俩 对 您不要听 而且我跟你说 海燕 那就不是一首诗 那是高尔基的一篇散文 对啊 我拉送一首白军玉老师的吧 你 你不能 我们我们调 他都有可能准备的 对不对 路由 路由有一首诗叫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那个我还不会 十一月五号呢 那儿停了 我是四月份才开始念老松的 这句话太可乐了 我念的老松 四月份 什么叫四月份才开始念老松 就今年四月份 才开始念老松的 对 才开始念老松的 关键可乐的 我说那首诗叫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他说我四月份才开始念老松 离着十一月开机 你有一些很好奇的事情 师傅那您上车以后 旁边的乘客是什么反应 您是见 就下去了呗 没有 那孟老师上车 您给什么样的诗呢 那么给他老送一首爱情诗 从那个黑暗的餐馆把我接出来了 您为什么要给他 给他老送一首爱情诗 还是说你为什么会选择爱情诗呢 爱情诗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蓝同志上车 我基本上老送我爱情诗的比较多 因为吕同志上车我怕他反应 来 把这个诗念我们听听 给孟老师的诗 我愿是一条极流 是山间的小河 穿过崎岖的道路 你车上有背货吧 沾沾沿 沾沿中间流过 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怀里愉快地游来游去 救命啊 我愿 是 好好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了 我觉得可以判断了 我认为你是真的 好 回来 是真的吗 你敢说这个我就打你 我告诉你 导致 你别人的微笑上 我无法忘记你 恭喜你 答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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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报纸上 《诗神》的 《诗神》第一个 边开车 边激情 这是出租车上的《诗神》 有此雅兴 不多见 好吧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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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您 赶澳油成功了 伏计老师应该要去吧 要去 好嘞 再选两个 好嘞 挑选两位 6号 还有 7号 咱们先问哪一位 6号 先问6号是吧 6号写着了 她在公交车上追我100天 贵姓啊 也贵姓柯 姓柯 小姐 来自哪里 湖北 武汉 武汉啊 这说的是你男朋友吗 在公交车追你100天 是的 讲一讲这个故事吧 三年前 我跟一个陌生的男子 在武汉的公交车上相遇 她给你念诗了吗 那没有 然后的话 她那个不断地创造机会 跟我发生偶遇的机会 然后在此期间 她对我敞开了疯狂的追求 她如何追求你的 她如何第一天见到你的 因为我是找她三站上车 可能她就盯住我了 其实三个月时间来 她还没大胆跟我讲话 嗯 其实后来是因为掌握了 我的个人基本信息以后 线下操作的 她如何掌握你的个人基本信息 我后来得知 询问她 我觉得挺可怕的 有位置她也不坐 然后她就在那我旁边 带着一个MP3 我认为她在听歌 有时候我可能半路 会上来一个同事 是吧 然后我们俩一起坐车 或者有时候我接听电话 没想到 反正我就这么的一个个人信息 全部落入她的耳中 据我所知 后来了解 有一天她大概花了 坐了大概等了四趟车 然后每次见我没在 她就下去了 然后就等后面的车 就是掌握我的一个个人作息 来跟我产生一个偶遇 那她怎么样跟你开始 第一次说嗨 她总是 你们俩现在 因为有一次的话 她可能实在是觉得憋不住了 再这样下去不行 然后的话她就 因为我个人 还蛮有明显的特征的 我这个右眼这方有一颗字 然后的话 她就去我们医院附近 那个花店 大概订了一束红的 那个新鲜的玫瑰 她就跟老板详识地 描述一下我的个人特征 然后那个老板还对我挺熟 因为我是做行政的 然后经常去那个花店 给我们老板订花 然后最主要是我的左眼 这颗字还确实非常的明显 这叫右眼 右眼 不好意思 哥好笑 我以为你在走神呢 你还在听啊 怎么再听 后来的话 她这个话题插不进去 就是什么 然后的话 她那个 就跟花店老板叙述一下我的形象 老板说 哎 这人我认识 然后就顺利地把这个花 送到了我的手上 那现在你们俩之间呢 在一起了吗 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 大概这个星期要结婚了 那是不是应该先 祝福一下 你还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你就祝福 那是真的假的 我相信这个事是真的 你是怎么最后 决定要和他在一起啊 实在甩不掉了 你不先问郭老师 你这样的男人 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多讨厌啊 没弄老师 因为我长这么大 还没被人这么 这么深究过 这么追过 哎 我看你的日子 也是够长的 我听了太多 太多的爱情故事 我分不清个好胆了已经 那这样的爱情故事 你觉得够感人 够真实 够 我现在是 这个岁数孩子都很大了 我要是现在还单身 大概没有什么爱情故事 能打动我了 我天天都听这些 我判断吧 最好的 祝你成功 来 开始 老师好开心啊 我认为你是假的 好 来来 我也觉得他是假的 来吧 告诉我们姑娘 是真的吗 太可乐了 不好意思 我帮不到你 我是真的 好 那我真的要恭喜他 他男朋友今天也到了 真的 真的 好 哪一位是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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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那上面 报道上说的 恰点坐三个月公交 成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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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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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是在你判断完说这话的 你不是听了我儿子说的 但真的还是蛮开心的 对对对对 这件事情是真实的 一来 两对夫妻了 是吧 来 我跟老郭里边 你再选一个题 郭老师 好 去吧 好 现在我们看到 大屏上出了一堂次 好眼熟的名字 我坐飞机偶遇了我 老师 什么时候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呀 昨天的事情 好 那当时发生了什么 就是偶遇孟非了 怎么了 看到孟老师当时衣冠不整 还是 是衣冠太整了 我没想到 我在飞机上 我干嘛要衣冠不整 坐什么飞机 从哪里到哪里呢 就是民航呗 有北京飞南京 那孟非老师当时 和谁在一起啊 不能说的 不要说啊 就是他一个人 行吗 什么叫哥们儿 对 对了 关键时候 对不对 孟老师 郭老师当时跟谁在一起 也是他一个人吗 不是吧 不是的 我这个人实事求是 该几个人 几个人 对对对 四个 四个 其中三个女人 都是年轻冒霉的 性别能说吧 就宅着说吧 全是男的 那有没有什么空姐啊 甚至机长啊 来找您的呢 有的是啊 很多 飞机都没人开了 都出来了 一帮空姐找我照相 老孟去开着飞机 这你还是得试试求是 我们患者开的对吧 那倒是 对 他照相的时候我去 飞了半截前面还来飞机 俩飞机堵上了 交警在地上喊 把本儿扔下来 你问我 我也是当事人之一 他碰到我 你有什么你不明白 你问我啊 我可以帮助你 对 那你当时看到 郭老师的时候 想到什么了 是什么样的反应 会不会觉得 哇 怎么那么巧 对 我当时说了一句 非常不得体的话 你什么 我说你这是去哪儿啊 他回答我 对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他问的我 你去哪儿 我问的他 你从哪儿来啊 你俩糊涂人 回家飞南京呗 真的我跟你说 句句是说话 那你经常会在飞机上偶遇吗 没有的事 有过 没有啊 就算没有 对 这第一次 第一次 以前都在高铁上 我往北去 他往南来 两个火车一错词 二马一错词 你好 慢慢离开出去 过去了 好 那我都判断了 好吧 我认为是真的 好吧 那么很遗憾了 姑娘 人生就是这样 什么叫对与做 尤其做节目 哈哈一乐的事 对啊 武器岛都没去成 最后一阵也就无所谓了 是吧 你对了 我刚才跟你说了 句句实话 昨天晚上7点45 东航 北京 飞南京 碰上了 我一上飞机 我一个坐着他坐着 旁边空着我 还找我那个了 我一低头 他先喊着我 哎 怎么是你 而且说的那个对话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他真问我 你上哪儿 我跟你上一个地方 他说你哪儿上来的 我这是北京啊 他也是说旁边人 哎呦 这俩人是傻子吗 俩疯子 这么些年没在一起遇见过 好好好 恭喜你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有请下一位选手 孟老师 郭老师 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是一个东北女孩 东北胆 吉林省的白城市 白城的 知道 对对对 孟老师知道 我知道 知道知道 大家都知道 反正我们东北女孩 都特别地活泼开朗 我的性格也是 特别大大咧咧的一个人 那就好 然后目前呢 我是在北京 从事一个非常安静 典雅的一个工作 是谈古争 对 所以我常常觉得我的 就是觉得人格 是一种分裂 一会儿就是叽叽喳喳 特活泼 一会儿就是谈古争的时候 又特别静 所以今天在这个节目上 我一会儿会表现出 哪一种状态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也看看有没有古争 好吧 来 先看看对面 八个表述 选一个吧 四号吧 好 我在车后座 捡到三十万 先生贵姓 美国姓左 左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肃谦 沿河大区的故乡 哦 肃谦 江苏北辈 对 对 做什么工作呀 我是一个出租车驾驶员 在你自己的车上 减到三十万 对 在后排座位上 减到三十万 都花了吗 没有 还存起来了 交了 交了 交给师主了 交给父母了 交给师主 好 来 聊一聊吧 姑娘 我首先对你这种 实惊实媚 不不 实惊不昧 实惊不昧 这叫什么话 可恶 可恶 实惊不昧的这个精神 但是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话 我觉得这种精神 值得我学习 那么我想问一下 在什么时间段 然后你捡到的这个三十万呢 是在12号的下午三点这样 当时是一位 50岁左右的阿姨吧 从我们那儿中医院 到四年大学院下车 当时和她一起的 还有一个同伴 一个旅同伴 当时聊天了嘛 在医院买个东西 手里面提个东西 塑料袋 然后她一个 带一个米色的包 上车是聊得很开心嘛 其他事情 应该聊得很开心的 下车的时候就一万了 对对 然后你就是 拿着这三十万 就回头就找人家去了是吗 当时不知道这是三十万 但是我就找了一位 阿姨的时候 对 找不到那位阿姨了 然后我打开包一看 一下都静住了 呆住了 第一次看到包里面 有大概有那么多现金嘛 我大概数了一下 三十多万 当时我感觉 手啊 上面全都是汗 就是 对 金的全都是汗 这位帅哥我想问一下 三十万的这个面积是多大 面积 然后你数了多久 是多大的包 三十五块钱一张 当时是十万一捆 十万一捆的 三捆 然后还有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的鱼 所以说我说了一下 三十万这样 除了钱还有什么 还有身份证 医保卡 还有银行存值 银行存值 但是我看了一下 里面还有四万多块钱这样 然后还有金线链啊 金戒指啊这样 这大妈是结丹银行来着 这就是个北宝箱 所以上哪儿抢完了 打车走啊 你后来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当时我去到那个宾馆 我知道她是在四监大酒店 她是在下车的嘛 然后我去问了一下 那个门口的保安 嗯 她说没注意 没看到 然后下桥 我就这样嘛 我就只有走 我想到她肯定会到我们公司 去报私的 我立马到我们公司 然后到那里下桥 那位乘客来登记过了 对 那事后那个阿姨 然后怎么表示的呢 收到这个您送过来的 这个丢失的这个钱 会不会特别地感动 当时的话 我们到我公司 找到她那个号码 登记的号码 打了 打了四遍 她是短信呼 到晚上十点的时候 这样我才打通 事后我才知道 她急了 心肌炎犯了 到医院去住院去挂水了 第二天早上 她一看到我 哎 小伙子 小伙子 就是你 就是你 对 一把就抓住你了 一把就抓住我了 上去就俩嘴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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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怎么谢你的 最后啊 给买了二斤苹果 最后还是送了锦旗了 锦旗上写的字是什么 早该还我 赠 四颜通合出租公司 左臣 师傅 时机墓碑 考心低歌 没问题了 我觉得我有答案了 来 请选择 太容易了 这也没问题 真的 好 来 回去 我们来问一下左师傅 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恭喜李梅侣 你答对了 我是真的 这么简单的题目 她说两句 我就知道是真的了 你听就知道是真的呀 好 来看大屏幕 旁边这位是谁呀 这位女施主 女施主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无以善小而不为 干好事了 这样也不算善小了 这也不小了 恭喜你获得了港澳游的机会 你还要去普吉岛吗 必须去 再选两道题 7号和8号 先问哪一位 先问猪吧 对不起 我养的猪会高抬跳水 先生贵姓 免贵新牛 好 猪先生 对不起 那么 新牛 新牛 来自哪里 湖北大爷 湖北的大爷 再说一遍这个地名 大爷 湖北大爷 大爷 湖北大爷 你好 大爷 我想问一下您养猪 刘先生 刘先生 地名叫大爷 刘大爷 刘大爷 比较亲切 来自大爷的大爷 刘先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您养猪多长时间了 是这么回事 我家开了一个农家乐 但是生意一直不这么好 去年6月份的时候吧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有说 别人搞了个剧跳跃表演 我一想 我也可以搞这个 也可以吸引顾客 于是我就开始搞了 不是有一句俗话说 叫做箱子里面感觉鼻子通吗 所以说我当时 您想一会儿 您这句俗话我没听过 我也不懂 您再说一遍我们听听 箱子里感珠 箱子里面感珠 鼻子通 鼻子通 就是一直跑 一直跑 对 鼻子跑 笔直的通 对 鼻子的通 成功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大爷 没事 正好我家那个菊卷 到那个鱼塘旁边 有一道围墙 后来我就在那个围墙的旁边 就这么远 就又做了一道墙 就做成了一个箱子 就是一个箱子 然后就连到这个菊卷的门口 这一头呢 在那个鱼塘旁边 就用模料啊 搭了一个三米长 离水面三米高 的一个跳台 然后两边就进到这么高的木板 就跟那个箱子连起来 之后呢 只要我把这个菊卷门呢 第一次接到这个时候 只要把菊卷门一打开 那个菊啊 中了往里面跑 我就再拿一个扫把呀 在后面一赶 它就跑得更快了 具有个特点 它的鼻子和耳朵特别离 它是视力不好 它的眼睛不行 所以它跑到前面 发现是空的时候 噗通噗通都掉下去了 所以那个菊卷看到之后呢 非常高兴 所以一传十四传百 传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多 都来来 一个来看鱼表演 第二个来吊吊鱼啊 让我们来休闲 所以我的水意就好了 真坑固啊 就是没有特色 只是就是走 没走好就掉下去了 这一个瞬间 开始是这样的 后来菊也比较聪明了 上了几回当之后 他就偷看跳了啦 但是后来呢 我就想了个办法 我就 平时我们农生的味菊啊 都有这个 会换菊 吃屎的时候啊 我说 吃什么 吃屎的时候 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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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来了 每次中午大概十一点半 客人叫雨叫到累了 就没吃饭的之前 大家就来 我儿子在用高音的巴说 朋友们 现在看那个菊八戒 跳水表演 我的就提一桶菊石 在那个跳台的旁边 一叫 哈 菊啊 一个是听到我的叫声 第二个闻到菊石的香味 马上就跑过来了 结尔脸上一个一个的 跳下去了 它跳到水里面怎么弄出来啊 我就想问这个 到水里面 菊天生就会游泳 就是到你们 到上你们家 就连吃饭 带钓鱼 带看表演 玩个大半天 夏天的时候 还也可以带着小孩 就在这葡萄啊 什么搞这些农郊菜啊 这一类的 就是不过夜的话 就不睡觉的话 一个人上你们家连吃带玩 多少钱收费一个人 那不过不一定的 是他看到他消费多少 就给多少 比方说钓鱼 他钓了多少斤 鱼是按照10块钱一斤 然后就是他自己点菜 我们那个去跳水之后 有的顾客点名 就要吃那个鞠八戒红手肉 就是跳台的那个 那个鞠 不定期的 那个鞠不能 我也表演啊 不能老是杀给客人吃的 对 你的那些运动员的下场很悲惨 我觉得也容易 对 一说就明白 来 请我选择 明白了 我觉得刘先生是真的 好了 我们来问一下来自大爷的刘大爷 你说这个鞠是真的吗 不好意思 我是假的 这个说是真的 哎呀 太意外了 演得好真啊 大爷骗人啊 这大爷不能这样骗人啊 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一个贸易公司的经理 我想问一下 来 江老师 果儿 你们自己摸着良心说实话 江老师 你刚才判断的 你是猜对了吗 我判断的结果是错的 我也猜是真的 我也觉得太 像真的的地方 太真了 对啊 果儿也判断错了吧 对 我觉得他深情并茂的 那个画面感 尤其是他怎么砌那个墙 对 从那边怎么把它打开来 那个猪怎么跑到前面 怎么掉下去 哎呦 她说这个太什么了 就没干过这事 你真难想不出他能干出这 你们都上了猪的当了 对啊 你是做贸易 跟他做生意你们留神啊 你养过猪没有啊 没有 天啊 哎呀 我的天哪 连猪都没养过啊 没有 就是别动作打电话 我准备了一个星期 还有好多话了 准备你们和那个江老师问的了 他还没有施展开 他还没有施展开 还好多话 兄弟 我给你一个建议 今天晚上这期节目播的时候 别让你媳妇看 我媳妇来了 哎呀 在哪里啊 在哪里 你好 你好 她是一个特别忠厚老实的人 你回去问问她是不是真姓刘 好吧 谢谢您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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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喽 哎呀 我还特别有把握了 这一题输了真是没办法 这个是无缘无缘 我替两位专家 你看你也把冷饭 是吧 多危险呢 来来来 我跟老郭里边再选一题 我选择郭老师 今天全是 来来来去吧 好 现在的这个表述是 郭老师带着徒弟吃垮了 人家一间自住餐厅 我觉得郭老师有可能会发生 是干得出来这件事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郭老师 这好几年了吧 五年 六年 我想不起来了 带着几个土地呢 十几个 是多少钱一个人啊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结账也不是我的事 当初我们刚接手德云社的时候 那你是白痴是吗 你才傻子呢 不 这个很重要 是多少钱 是38一个人呢 是88一个人 是288一个人 这很重要 可能是欺负10块钱吧 吃垮是什么意思 你都问在点上了 什么叫吃垮呀 所谓的垮呢 有几种解释方法 一种就是吃完了人家不干了 整个这饭店什么东西都没有 人家干不了了就垮了 但这个不现实 只不过就是形容给人吃的太多了 人家接受不了了 接受不了的表现是什么呢 来 姑娘 我跟你说一个真事 我95年在那时候做体育记者 那个当时的国家衰柔队 不知道是衰交队还是柔道队 都是重经济的 全那200斤左右的 180都算瘦的那种 一队出去试好几个 上那个当时的自主餐厅 大概也就是38一包 48一个人 那会儿便宜嘛 三四十块钱的 就是中党的那个 酒水还敞开喝的那种 他们老上人家一家 那个自主餐厅去 最后你想想十几个那种 大胖子一顿肉包子吃二三十个那种 三次 四次之后 只要一看到那个衰柔队过来 老板拿一袋钱在门口说 这样补贴你们一人二十块钱 上那点吃 真的是我对不住你们 我对不住你们 这一人补贴二十那边 真有 太多了 这个吃自主餐的最高境界就是 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 那最后餐厅不干了吗 后来反正据说他们再去 人家就不让进了 你们怎么就 你先是这么说 你熟悉不熟悉德语社的演员 熟悉 高的高 挨的矮 胖的胖 瘦的瘦 对对对 大胖子有好多 对不对 是 有的比孟老胖 撒胖 俩的都有 对吧 你就知道这帮人的饭量了 那有经理最后出来跟你们说 我走的时候好像没有 你是最后一个走的吗 我没有 我就吃了几口就走了 我就带他们去就吃了 你吃了几口就走了 对啊 他是有身份证的人 对啊 我怕人笑话我 那你们吃的时候 服务员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是就是吃 跟服务员有一毛钱关系嘛 吃饭也是他的 前两天我们上美国演出去 那个吃饭 我们有几个孩子出去吃饭去 一个广东小馆 其实没要什么东西 就要了四五个菜 然后要米饭 有一个孩子要了两碗米饭 这么大小碗 两碗米饭 你说一个二十来岁大小伙子 吃这么两碗算什么呀 那美国那餐馆的服务员 就真傻了 他一再问 你们是不是加拿大来的 你们是不是加拿大 我到现在不明白 怎么干嘛 加拿大的人 那后来我问他 我说怎么了 都没见过吃这么多的呀 就我开了眼了 我说他是吃完饭来的 待会儿还得复宴去呢 现在减肥期间 待会儿不让多吃 这轮没发生 有选择了吗 那我想啊 来吧 假的 现在这孩子们吃饭吃都吓人 我觉得郭老师你骗人 你是假的 那是你的事 好 回来 我多希望你后一题能答对了呀 也是真的吗 你看 我们来一个朋友 最起码给个好念想 临走临走的还弄个假的 合适吗 真的 你怎么就知道 我们这事不可能发生呢 吃垮我觉得不吃 你还以为说相声的 吃饭这么有出息吗 我觉得挺好的 说相声的 这个行业你要知道 从过去来说 都是穷苦艺人出身 时至今日 中国相声界吃东西 都没出息 你知道吗 而且詹褶自助餐 他们吃起来都没个人样 你知道吗 但是德云社的除爱 你这是答对是答错了呀 答对了 你那 我以为怎么了 好 恭喜你 谢谢 好吧 谢谢你 谢谢 好 玩得开心 本节目由爱来一时尚羽绒服冠名播出 爱来一向时尚致敬 2012年的最后一期节目结束了 我们心情都非常愉快 就是 我们憧憬着2013年 希望我们的2013年的节目 有一个新的气象 也希望我们的心想支撑 好的 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 谢谢各位 明天再见 我们许多年了 我们很快乐 我们不成功 来 你把这个说清楚 你不把这个说清楚 我肯定没完 要不你先给这来一刀吧 剥两刀 下座三晚 海天环温酱家 非常了得 敬请关注